5月1日,据港媒报道,刚宣布离婚的红星 其实对老公张丹丰早有防备 商议物业全部都没有写对方的名字 红星与小十岁男演员张丹丰的婚姻状态一直备受关注 男方在5年前被曝出轨经纪人碧莹 当时,红星选择维护老公,平息风波 碧莹则辞职走人 没想到,这段时间,经常合体直播的夫妻俩突然宣布离婚 一日凌晨,红星在社交网三度发文 称自己和张丹丰不再是夫妻 他还说某人一直删除自己的动态 让人怀疑张丹丰或碧莹在动手脚 之后,张丹丰也发文承认已经离婚 碧莹却急着撇亲关系 他还叫红星夫妇别拿离婚开玩笑 红星张丹丰离婚一事传开后 网友们都很担心他们的子女目前的状况 以及两人的财产分配情况 据了解,红星认识张丹丰前 与莫绍聪因细生情 并育有一子 2009年 他带着儿子改嫁张丹丰 婚后再生一女 已出道当一人的儿子张稿莲 对于妈妈与继父离婚一事 暂时没有回应 女儿年纪尚有 没有社交账号 不太清楚他现在跟谁生活 至于财产问题 港媒爆料称 红星转战内地发展后 早就赚到盆满钵满 他热衷投资房地产 这些年 回港低调买下了四套豪宅 总价值超过一亿 这些物业 他全部以真名红星星个人名义持有 没有写张丹丰的名字 其中 他在2016年 以4700万买购入的单位 现在已升值到7500万元 早年 李嘉欣在跟刘兰雄的电话录音中 嘲讽红星是纯女人 近年 不少网友也爱这样形容红星 知情人士透露 红星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不是纯女人 她从来不会将资产交到老公手上 全部自己名字持有 2018年 张丹丰传出出轨必赢 红星出面丽挺老公 张丹丰却很快孤态富盟 继续跟碧莹一起 次年 红星选择以退为进 对外风口 暗地里跟小三对抗 她不仅在经济上封锁老公 还利用舆论压力 逼老公甩掉小三 张丹丰收入没有气子高 加上要让哈尔滨的年迈父母 她不想被打回原形 于是跟碧莹分手 当时 她发声明否认出轨 更说碧莹已经辞职 以此来 保住与红星的婚姻 以及富贵生活 怎料 张丹丰后来 又跟碧莹联系上 可能是心灰意冷了吧 红星才会选择离婚